哈喽大家好我是瓜瓜 最近一段时间有一种东东特别的热销 叫做陈皮 那京信院这里有一个阿姨 听说做陈皮很厉害 那我今天就来这里学习一下 看看陈皮是怎么制作的 做陈皮做了几年了 这陈皮跟加坡有什么核拨 全身是新习无法造成的 这个陈皮是从国 现在从世代 过来在点星习 停下来 当一车就抛水 抛着这个线 就是每一次吃的时间 这个锅咕噜咕噜又在熬新的一轮了 所以我们陈皮的制作特别麻烦 要经过9次熬熬 9次熬熬 而且每一次熬熬 都要熬熬熬 加进黑豆水 酸梅汁 还有糯米酒 所以9次熬熬熬 也叫做九次熬熬 或者是九次熬熬 因为它里头加了这个白酒 那手上拿到的这一个 就是经过9次制作的成品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很黑很黑 现在我就来试一口 哇 它就是你这样凑进 我又是会有一个香味的 吃进去之后 会感觉这个口感似乎像嘎嘎的样子 然后口腔里头会有一点点重要的味道 当我把它也吞进去之后 我发现我这个口腔就成U字型 这一圈全部都是有点酸酸的味道 但那种酸不是很刺激的柠檬酸 而是有一点点酸甜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的好吃 如果当零食吃 我觉得我会每天吃很多的 阿姨是一个身带橙皮味的女人 她不用喷什么香水了 你靠近她就可以闻到一个橙皮味 因为她每天都在这个小桌房里面 做那个橙皮 今天我咱们的水汤 但我很幸福 幸福 那是在欢喜不欢喜 不欢喜不欢喜不欢喜 这一圈都在这一圈都在这一圈 有两个客人就拼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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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 她是在哪里帮着三圈 不然叫青葵 要有什么口腔 这个就会不会走来 要来走来 青葵 青葵 他不会怎么走来 哦 只有这样就洗了打扣打扣 是 就在别处 那这桌子呢 这桌子就在八厨 这桌子就在九厨 这桌子就往生来 哦 这桌子就在纸 这桌子就在九厨 5点不处 因为这桌子的食物就会比较稳定 是 这桌子的一桌子 这桌子就很稳定 一桌子的一桌子就会比较稳定 哦 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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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太能的青葵 没有搞好帮有故 二十年三十年就好 这桌子有没有兴趣吗 不可以 找对好的 我们不需要的 嗯 可以丝鸡 丝鸡 丝鸡 丝鸡的什么 丝鸡的什么 丝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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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缸 一缸 四大缸 一缸 一缸五十分 哇 它不比较好 很厉害 这桌子 对啊 放到五十年 有点大缸 差不多六年七年 就跟八百年 我们现在知道 以前的年轻人 没有 可能会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 吃一整四天 有没有 吃一整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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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这里了解了 橙皮的制作过程 真的是太麻烦了 难怪它会那么贵 但是真的是物有所知 刚才我在这里 就打了一个橘子味的歌 因为我本身是 胃不太好的一个人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买一点给自己 或者给家里人试一下 因为这都是老少街里的东西 好了 那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